你可以再加一個ui-li-icon 特別注意 你要做icon,剛剛有同學問到這個箭頭為什麼會出現?為什麼我們剛剛做的沒有箭頭呢? 其實非常簡單,如果你有超連結的話 那就會出現這個,如果你沒有超連結,這個icon就不會出現 這個icon也可以做變更,你可以在dataicon裡面把它改成,預測是這個 你可以去把它改成其他的,比如改成home就可以了 那前提的話,就是說這個地方是要做一個有超連結的效果的時候才會出現 除了說你可以連到網頁之外,當然你可以打電話 比如說你可以連結到某個電話,也是可以做出類似的效果出來 另外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效果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有一個this view 就是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那這個效果裡面的話,做出來類似像這樣,怎麼做到的 基本上這邊有一個icon 那這個home的圖,基本上我們可以給一個home的圖,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圖 那這個小說圖建議 他的大小 也不要太大,大概建議是80x80的解析度 那這邊這張圖沒秀出來,就是裡面塗膽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中間的話,你可以分隔一下,然後再加上一個關於 連結,連結的話有個超連結 那連結到哪,連結到一個網頁 一個網頁,然後去做連結的動作 那做出來的話,類似 就是類似像這樣的效果,這張圖沒秀出來 OK 所以點擊的話,這個是外部超連結,連結到 這個網站,有沒有,這邊有個超連結,所以一定要做一個超連結動作才可以 那連結的部分的話,當然我們前面講過了,你可以選取他之後有沒有 在哪裡呢,在下方 給他一個網站 那比如說這地方,那你可以改一下,連結到其他的網站 OK,那另外的話,這個是連結到哪裡,這邊還有關於,連結到about About的下面有一個關於,所以連結到底下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即時來看一下,基本上這邊有個超連結 這邊有個超連結,這邊有兩個超連結,有分割的效果出來 連結 跳到這邊來,back一下 OK 這個是有關那個 如果我要做 切割的話 切割的話,有這種方式來做,這個是分割按鈕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甚至我可以做出什麼,類似像